他们不解决瘟疫是不行的 他们既然要搬酷膜就要解决瘟疫 要搬瘟疫就要解决酷膜 因为没有两个班位只有一个班位 这把刷的稍微好了一点 对他们来说比上把好一点 因为这把的奠机仙人掌这边只有两台 这把我们换个三连手啊 这把我们守这个三连 守这个三连加仙人掌 好大方已经上修了 你看我基本上都先兔吧 除非你直接修 他会直接修的 哎那这样的话 他会直接修的我知道我都知道他会直接修你知道吗 因为因为我都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是吧 没事烂打球这点电击进度不算什么东西 我们继续跟上把一样的思路把这些门板该踢的全踢掉 他一个人修技能修多少 那边去人了 那边乌鸦飞回来了 但其实这把三连不在先人掌 他要走起来尽量不触发这个依托杀 他们的队友不能做事情 在等锁机 在等在等在那边结束 卡弹射 卡了三次这个弹射 这样走吗 这样走我直接这样顶板 直接这样顶板被砸他也转不出去啊 这位置转不了太多的 不要被他压在外面 直接这样子顶 从这边往里面顶的没关系 好这这台鸡这把是不要管的 他们这把 应该会出现在这边 这台鸡啊 这台马路鸡应该投入的人力会比较多一点 你一波不错你第二波测不错你第二波不错你第三波测不测 忍不住了那边得修了你看 你这个人不错你接下来什么也干不了 你接你接下来开始摸云光阶吧 那边开修了这时间没问题让他修啊 他刚开始修他修不了多少了 他们现在没有高进度点击挂个天灾 稳稳的够了 你看这个上楼也没办法 他只能修机 他们现在没有高进度点击挂个天灾 他除非接下来啥也不干他等着那边凑的机子解锁 我把他挂了之后我去仙人展了仙人展那边 天灾炸了 楼上有个人楼上这个人是二挂的 其实他在这里修很危险他为了拖我节奏吧 欧勾 为了拖我节奏 让队友把里面机子修开 这上面的机子我不要的 真的不要这台机给你们 这边修不开还要吃我一脚大窗 这边修不开还要吃我一脚大窗 然后 其实这台机不是重点是吧 好了接下来要脱洪水时间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切入点很重要 先追他一定要假装追他 假装追但是好像 好像假装不了 没躲到没躲掉就 假装不了了 这边双人机 然后这中产的洪水直接喝吗 我只能说很猛 要喝也稍微挑一挑吧 喝了又白喝 我不知道他们这波 我不知道他们这波沟通是怎样的 喝这洪水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呀 送节奏只能说是送节奏了兄弟 不知道他们对内语音怎么交流的 这波要喝洪水救人 这波要喝洪水救人 卡魔了 请不吝点赞 咳 咳 這波運氣上差了點 差了點運氣這波 那個位置他不是一個直角他是一個一個怎麼形容呢 一個一速一橫再一速像一個那種地方不好噴 其實最重要的機子是這一台 這台機他們投入的能力不夠多 好這個位置跟剛才一樣啊說好的直接停吧 招手電你這波走不掉了 這台機 失誤了 但是問題不大 見人了吧 啊 還沒檢源啊 咱们这波确实把该破的机器都破了 卧槽这样没喷到 我能看到脚印那台修了一点点 两个 两个接下来就是三个 多开一台就是多修一分 多修一台就多开一分 停 嗯 咳 垃圾時間了 主播被瘟疫干了 如果这样的话就对他们自己不负责吧 对吧 不可能的呀 不会去的呀 其实这台机不用着急吐 感谢离窟感谢离窟的出团 谢谢不带索机吗 前期他们多修一点 不带索机他们前期多修一点 我的空气压力稍微大一点 大船上人了吗 我操 打他一下 华操修的真快 小马要直接拉了 不会吧 找不到血迹品 难受 我要是前期能找到血迹品的话 压力会小一点 这里刚才有个黑影 欧沟未强化 但是这波两个天灾沟啊兄弟 虽然欧沟是对的 但是两个天灾 两个天灾沟 依托三百分之五十的电击进度 这个换其实很亏 我觉得啊 我觉得很亏 往角落里带啊 拉扯 这里有没有天灾啊 有的 蛤 慕的 吴 啊 啊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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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嚇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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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硬托时间的啊 我们这一挂不要了都无所谓 给他两层蜘蛛 给他队友上压力 那个地方追了要丢很多电击的 因为这波他拆钩已经 说实话已经去 给他们队友争取了很多时间了 然后再追那个角落就更伤了 这接下来还有三台啊 看他们怎么处理了 要被拉扯了啊接下来 他玩角落的 然后托马斯小黑妹会不会跟过来拆钩子 这波最好的处理是探望角落的 其实小黑妹聪明一点过来拆钩 这个图的角落洪水有点难搞啊 小黑妹来不了小黑妹在第2次哦 这里逼他翻三次 把窗给他翻翻掉 中场三人机 不要踢板了 没时间踢板 直接去挂到那个天才去 卧槽 修开了 可以 还是得带锁机 蜘蛛给我的收益太小了 前期让他们多抢了一点电击节奏 打多啪是不可能的啊 因为队内还有个老人头 那就是 那就是一跑 三跑一杀 老人头 死是肯定要死一个的 这门没人敢拉的 他卡了个弹射 压他位置 把他弹射压住 对 蜘蛛蜘蛛看来这把效果不太好 带锁机 蜘蛛 蜘蛛他们知道往角落跑不给蝶 提前拉 那锁机前期第一台的压力很小 知道吗 带蜘蛛的话 第一台的压力太大了 不能带这个蜘蛛 因为他们好像知道我带蜘蛛了 他们知道我带蜘蛛之后 他们的应对就是往角落里拉 然后不给你蜘蛛 这样的话对于我来说打的没那么舒服 这个蜘蛛 还是不 还是不能拿 拿锁机前期压力小很多的 可以做很多事情 聊成教室 聊成教室锁机也可以的 在梦里却 始终只有他 要你一旦 可知我心中的说话 疫情并没有变 那换他创伤变化 遥远也 也不认为 是